大家好 很高兴又到了周一的下午 我们每周一的下午 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佛教的基础知识 今天我们讲授佛教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四正琴 我们把内容推向一个文档 我们打开共享文档 我们讲四正琴将从准题法的角度进行学习 那在从准题法的角度进行学习之前 我们也把四正琴在这个原始佛教 以及大乘佛教的它的基本的概念 以及它的意义一起来学习一下 什么是四正琴呢 如果通俗的来讲 那就是你正确的努力 有些方法 有些努力 如果方向不对了 那你越努力 业障越多 越努力的修行 越差 业障越多 因为你努力的方向不对 所以说佛陀讲出四正琴 就是告诉我们 什么是我们应该去精进的 什么是要断除的 不要去精进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在佛陀那个时代 有些人修行的方法的不正确 因此他不正确的方法 越是努力的修 比如说苦行 越是努力的修 可能效果越不好 因此佛陀呢 讲出四正琴 从最原始的意义来讲 就是要讲清楚 我们努力的用功的方向 是什么方向 用功的内容 是什么内容 那么这里呢 就阐述了佛教的观点 我们看啊 这个图 四圣地呀 是整个佛法 原始佛教修法的核心 当我们了解了苦地之后 就要呢 证得道地 圣地 那所说的道地 就是修行方法了 修行方法呢 佛陀指出 就是八正道 前边的正见正思 正语正业正命 是指出八正道的方向 你有正确的理解 正确的领悟 后边的正琴正念正定 是我们要修行的方法 那我看啊 在这个因果关系上啊 我的网络也看了 也听了很多 其他人讲的内容 还真没有把这个 因果关系的角度啊 捋顺 我下面就从这个 这些 这四正琴啊 四正念和四如一族的 那个角度给大家 因果上捋顺一下啊 当我们了有了 佛陀的正见 正思和正与正业正命之后 有了这些正确的知见 以这个正确的生活方式 那我们呢 就要修行啊 四念处 啊 修行四念处 如何来修行呢 四念处啊 是修行的方法 那思政勤呢 就是告诉你如何努力修 思念处 思念处啊 就是像汽车 行驶在巴正道上 那思政勤呢 那就是发动机 就是给思念处提供动力的 提供动力 就像呢 给这台汽车呀 不断的加油 而且这个车呀 有好的车 正确的车 又不正确的车 这个思念处的 像思念处啊 有五台正确的车 五台不正确的车 那五台正确的车 就是五善根 五台不正确的车 那可能呢 就是这个 我们下面讲的 有五盖 用汽车讲 还真比喻 我觉得现在忽然觉得 应该用那个马车 来比喻更好啊 我们那个思念处的修行 就像个马车 有五匹马 他向正确的方向拉 有五匹马 向错误的方向拉 那我们要给思政勤 要努 要哪匹 哪个方向的马 更努力呢 那就是思政勤 所说的 五善根的方向 那正确 四如一族啊 是指这个动力 就让这个马 更有力量 拉这个车 向思念处 有方法修 那结果呢 就是我们得到七绝枝 结果是七绝枝 七绝枝是修思念处的结果 四正勤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四如一族 是指我们的力量更大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 我们别往下看 可能现在 宏观先讲一下 慢慢这个 一点点就清楚了 我们看这个表啊 但是把这个思念处 四正勤 四如一族 五根 五力 七菩提芬 八正道 这样列了 这个表啊 虽然是让人一目了然 看到了 三十七品道的 这个宏观上的内容 但是呢 他呢 不利于我们刚才所说的 从这个因果因缘的角度 把这三十七品道啊 表述清楚 啊 表述清楚 那那学习概念的 可以叫宏观上看一下 但是知道啊 这里边呢 四正勤 是要 要那个五根 五善根 第四个五善根 更好的发挥作用 像五善根上发展 五善根 修行的结果就获得五力 五力获得的结果 就得到七绝枝啊 啊 七菩提分了啊 就是进入七绝枝分了啊 这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这四正勤 是努力的方向啊 四神族是力量啊 你怎么修行更有力量啊 他的目的就是 让五根增长啊 这个五根增长 五根增长的结果 就是获得五力 五力呢 就是我们就 有这个修行的结果了 就是七菩提分啊 我看那个我们的苏鹿飞飞啊 字幕打得非常好啊 这样我们学习起来就很轻松啊 好 那下面我们往下讲啊 那我在这里啊 有个比喻啊 四正勤就像加油站 五善根是汽车 刚才呢 我说也给改了一下啊 五善根 就是 啊 这个 修行之车的五匹马呀 啊 五匹马啊 加油站 就是差不多是这个马的粮草啊 你喂养哪个马 你是喂养这个 像正确方向的马呢 还是啊 像错误方向的马呢 差不多可以这样讲啊 又一个比喻啊 四正勤是浇水啊 五善根是 是根 是苗 你是给野草浇水呢 还是给 五善根的种子浇水呢 这四正勤啊 就是这样来理解四正勤啊 四正勤是保障啊 加力五善根 五善根生出五粒 五粒呢 生出七绝之分啊 这就是他整个就是一个因行果的一个关系啊 所以四正勤是告诉我们如何努力 这个方向啊 是正确的啊 我们向哪个方向来努力 那这是七绝之案 我就不讲了啊 它是五粒啊 四念处修行的这种结果啊 那这呢 这个原始佛教啊 修行呢 它也是次第化啊 有一层一层的自己的定力的不断的提高啊 念力的不断的提高啊 对这个烦恼的不断的去除 最后达到啊 有余涅槃的境界啊 它也是次第的修行方法 那我们啊 在详解这个四正勤啊 什么是四正勤呢 啊 我们佛教的课生呢 经常念着四句话啊 以生恶令其断除 未生恶令其不生 未生善令其生起 以生善令其增长 啊 这就是四正勤 四正勤呢 啊 我给翻译成通俗点 我们就可以这样记 就叫四种努力 啊 四种努力 啊 勤劳啊 就是思想上的勤劳 我们就可以理解上努力 那这个努力呀 可以从两个方向啊 一个就是努力不做什么 这叫四正断 啊 如果是你努力去做什么 这叫四正勤 有的人他那个五概严重 他修行四正勤的主要方法 是如何断除五概 有的人呢 五概青 那他四正勤 对于重要就是怎么样好的事情更多的发生 实际上是一个事情啊 两个方向 就像一个拔河比赛 怎么往你这个方向的力量给他增大 而往其他方向的力量给他减小 这样你在菩提道上 在七解极提道上 就能更快速的保证你呢 修行向前了 这样就好理解了 好理解啊 那我们说先从断的方面啊 是从负面的方面来讲啊 怎么来断 断除不好的啊 这佛陀呢 指出四种断的方法 断断啊 就是努力使 一生的恶永远不去做了 啊 这叫把恶法断除了 永远不去做了 绿一段啊 就努力使 没有生的 这种恶呢 不让他生起来啊 坚持戒律啊 守好位义啊 不让这个断生起来 这个利益段呢 更像是为我们不犯戒 不生恶 打造一个很好的那个 增上缘 也就是打造一个很好的条件 环境啊 养成良好的修行习惯 自然而然 恶啊 就不生了 你不让自己产生 恶的这种条件 这样的环境你不去 自然而然呢 恶就生不起来 叫利益段 那你看 第一个断断 更是在心上断 第二个 利益段呢 更是在行为上 追求呢 一种断 在环境上 因素自己 后边两个啊 随护断和修断 这个呢 是 让好的行为 更多的发生 那不好的行为就少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 一个地上 如果你庄稼长得多了 那草啊 它自然而然 就不生了 那第三个段和第四个段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随护断 就是努力时 没有生的善 让它生起来 啊 于正道 正见 经常思维 护斥 让它生长起来 比如说啊 我们经常念诵 观送级的普贤学院品 念诵经文 念诵准题理念 实际上就是 在培养我们的善根啊 这卫生的善啊 让它生起来呀 啊 就是念诵 修断啊 就是努力使自己 以生成的 这个善呢 增长 啊 这个增长啊 就是啊 它如果是强大了 那个恶呀 就没有机会产生了 实际上 它从断的方法来讲 也是两方面入手啊 就把草又拔了 不让草生长 同时呢 你还要让这个庄稼 种上 不仅种上 还多多一善啊 多多一善 嗯 那这是这个啊 刚才是从负面的角度讲 啊 那么 具体落实在修行上啊 这四正期不是要求我们 如何来生活的啊 这个善恶呀 不是说我们的世界的行为啊 你做帮助别人啊 做好人好事 这个善 在原始佛教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诸善啊 诸恶莫作 终善奉行啊 不是那个广义的 而是很具体啊 四正勤 让你生的善 这里就是指的五种善根 就是指导修行方法 啊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 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 那么 以生的恶 另断 这个恶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五概 啊 五概 很具体啊 因为这个五概呀 贪嗔 睡眠 啊 移毁 它会让你的五善根呢 不得真增长 你就不去修的五善根了 有这些内容 所以呢 一定要断除它 未生恶 另不生 啊 对没有生的恶 比如说你现在还没有 移毁之心啊 或者是贪睡啊 懒惰啊 那你想办法 让它呢 不再生长起来 啊 这是两种啊 断的方法 两种是增上的方法啊 就是呢 以生的善 使其生长 啊 这五善根 你已经具足了 啊 善根了啊 啊 那你呢 去让他增长 啊 我们常常说啊 这个人有善根 啊 一跟他讲佛法 哎 他就信了 哎 这个人有这个善根呢 啊 那就是他有 信的善根 啊 信的善根 这个人呢 一修行 就特别精进 你不用说他 他就精进 那他就有 有善根 什么善根呢 精进的 善根 啊 有些人在经历的善根 得慢慢培养 那有些人 他自己就有 那我们呢 要在这里呢 啊 要知道 这善根 是要培养的 啊 没有生的善根 让他生 已经生的善根呢 要更多的 要培养他 那这里呢 就是四圣秦的 啊 你把这个草 喂给哪 哪匹马 你把这个水呀 交给哪个方向 那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佛陀讲了 啊 这个五善根 啊 这个带这个根 我觉得很好啊 很形象啊 就是你给哪个根经浇水 啊 这五善根浇水 你就接出这个七绝 五粒的果啊 你给五恶根浇水 那你就不长 五善根的果啊 这个到 这个比喻 我觉得特别好 啊 那什么是五善根啊 五恶根呢 五善根就是指 信根 精进根 念根 定根 慧根 五恶根呢 就是指五盖 能盖住智慧 啊 盖住你的善良啊 就是也叫五毒啊 这个五毒不是很具体啊 因为落实到修法上啊 这个五盖就是指贪欲啊 称慧 睡眠 悔 疑 这是五盖 具体落实在具体修行上啊 贪欲盖 修法时啊 你东想西想 想 哎呀 我今天能不能中彩票啊 啊 我修法的时候 我会想 哎呀 我今天 是不是能 遇到一个非常好的缘起啊 你修法的时候 被世间这种欲望啊 啊 影响你 心神不宁 啊 我们知道我们准天法提上可以有欲望 但是你修法的时候不能让这些欲望影响到你啊 这贪欲盖 啊 称盖 愤怒之心 愤怒的念头啊 出现了 干扰你修行了啊 念念咒 想起什么不开心的事了 你呼吸都短促了啊 念念啊 啊 啊 愤怒之心啊 但现在就贪欲的心影响大 愤怒心有可能影响小啊 啊 睡眠盖 你呢 把世间法做得很好了 都没有经历了 想修法的时候 不修还好 一修啊 浑浑入睡 睡眠盖 啊 毁盖 啊 思想 流浩 中途啊 不想修了 啊 好多人呢 不修法的时候 哎呀 什么事儿也没有 一修法就想起来 我这个事情没有做 那个事情没有做 哎呀 又好的思路也出来了 赶快做世间法 赶快做事啊 这一修法 什么事儿都出来了 啊 就叫毁盖 啊 一概啊 就修有法呢 对修法的功德啊 佛教的那个修法功德 产出一心 哎呀 这样修法可以吗 能不能啊 这就是武盖 哎 那就 私正秦就是要去除这武盖啊 武盖啊 私正秦 私正秦 其实武盖的方法 你看有有有 副相的有两个 断断啊 正向的有两个啊 就如何除草 两种方法 如何种种子啊 如何种庄稼 两种方法啊 那也就是说私正秦在这里告诉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啊 有着私正秦就让我们修行啊更顺利更高效啊 你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 你才白不能努力呀 啊 这是很重要的啊 你看呢 准地法呀 非常殊胜啊 非常殊胜 道大师啊 让我们啊 和学院要求啊 以及我也是这样来要求我们学院 如果只修一座的话 那一定要早上修法 你早上修法呀 武盖中的多数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 就不出现了 首先呢 你早上起来修法呀 你的身心非常清静 你刚刚清醒啊 刚刚醒来啊 这样就不会被那个睡眠盖影响了 啊 早上起来一般注意力都是最集中的时候 啊 杂念也最少的时候 啊 所以这时候这个移毁盖呀 也不容易生起来 因此早上修法呀 是四正勤中啊 断除利益 断除这个五盖最好的方法 就相当于我们利用了四正勤的利益断 什么呢 就非常善巧 如果你把修法设置在早上的话 自然而然五盖他就减少了 不用你再想 我不要有五盖 不要有五盖 而是你听道大师的话 啊 只要早上起来修法 自然而然呢 就是有这样的效果 因为中午和晚上呢 不太好确定 因为中午啊 你上午工作于上午啊 思考的事情很多 遇到了很多人物史 而且有些人物史 你不可能马上处理完 你心中还要思考啊 这件事怎么做 有些事情还定不下来 因此你要是中午修的话 你很难呢 能真正的静下来 啊 那种悔盖呀 就会出来 啊 就是 世间法的一些事情 就会在你修行中间呢 会出现 在你那个这个善根 还没有完全稳定的情况下 啊 他来打扰你 有可能会打扰到你 而早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早上你内在的清静啊 没有时间法来干扰你 而你中午的时候就可能有 而晚上呢 一般都会太累了 啊 如果太累了的话 啊 最后就想 哎呀 算了 今天太累了 明天再修吧 就容易修一半 啊 这个五盖最后两盖啊 就会出现 啊 因此啊 啊 道大师啊 有这样的规定 我觉得特别的善角 所以我们学院的一些修法呀 这些规定啊 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只不过我们呢 老师呢 就是没有展开给你们讲 啊 但是我想以后一定要严格要求 学院要求你这样方法 老师要求你这样方法 你就是要听你这样修之后 随着你的智慧增加 你的佛学知识增加 你才能知道他的好处啊 道大师为什么就是在平白无故的 就说出这个啊 要我们早晨修法呀 这不是随随便便说出的吗 一定是他在他长期的修行的总结中 总结出来的 那我们用那个施政秦的角度来看 你看啊 这非常符合佛陀对修行的要求的 他符合了施政秦去除五概的方法 断除五概的方法 嗯 这是这个 施政秦的这个 早晨修法啊 跟尊敬法的关系 那我们再看看其他四个段啊 决心段啊 就是我们要听道大师的话啊 早晨修法啊 大声喊咒啊 对准提法的认知啊 啊 要非常深刻 绿一段啊 把修法的时间规定好了 要按照学院的要求 自然呢 五概不生 啊 这是这个 另一段 随后段啊 就努力使 以生的善 啊 继续生长 那就是我们呢 要经常看啊 学习啊 显密源同成佛西药集 什么叫学习 显密源同成佛西药集呢 那实际上 我是把显密源同成佛西药集 的思想啊 给的具体化 讲成了我们准提法的 开始集和问答集 准提法的开始集和问答集 就是对啊 显密源同成佛西药啊 最白话的这种解释 啊 也可以呢 听我们两天的 显密源同成佛西药集 这种直播课程的讲 讲解 这都可以 甚至呢 你呢 认真的学习准提咒的六大特点 准提理念的思想 啊 多学习 多传播呀 准提咒的这种感应故事 这都是啊 随护段 就把准提法的好处 修行的好处 多看多学 在我们的语言上 在我们的朋友圈中 多发呢 准提咒的感应故事 让别人看到 自己看到 增强信心 那什么是修段呢 修段非常重要 你修行啊 你要有的收获 啊 这个收获 有几方面 一个是身体上 要有收获 你要修行 要身体越来越健康 你自然而然呢 就不会产生很多的这种 这个疑惑 啊 有好多人啊 不按我们学院的方法修 按其他的方法修 有的修到两千多万遍了 还是一身病 身体没什么反应 来问我 高老师啊 我念两千万遍了 我怎么不像你们学院学生 念几十万遍 就有这么好的 一个身体变化呀 我说你是怎么修的 他说我在心里念呢 我说你大声念吗 没有 我就默念 我说准提真言 准提咒啊 咒上两个口啊 你不出声念 那三密加持中 那个你那个口啊 那个颂啊 没有 那效果指定不好啊 如果你大声念的话 通过咒音 震动气脉 让你 达到金刚送的水平 那你很快就会身体上发生变化 当你身体发生变化 你有发喜的时候 那你这种移毁啊 不想修行的方法 自然而然不会产生 比如我 高老师也可能 着凉 也可能 有感冒的病毒现象 那打打坐金刚送 好好念一念 是不是 一震动 他症状减轻了 所以说 当你修行有进步的时候 你发喜出来的时候 你就想更多的获得发喜 你没有发喜的时候 你不能按 不按学院那个金刚送 大声念头来修 你不获得发喜 你就容易掉下去 你就容易放弃 哎呀算了不修 修也没什么意义 好多人 这方面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说哎呀 修行 我不追求感应 这身体是臭皮囊 吊儿唱得特别高 好像他就要成佛了 似的 他看空一切了似的 实际上呢 真有病了呢 比谁 这个三法院都失去的快 不是找这跳大神的去了 就是对法师去信心了 连修都不修了 实际上每个人呢 我觉得我们要非常诚实 这个身体 是我们要修行的一个根基 我们修行 也要把让身体修好啊 你获得这种法喜了 你才能啊 在修段上更进一步 这是身体的修段 还有心理的修段 还有呢 你在世界福报的变化 你在世界福报的增长 自然而然 让你呢 就不愿意放弃准地法 不愿意放弃修行了 所以说修段 就是说 你修行是要有进步的 你要没有进步 你就容易产生遗毁 就容易落后 所以说 我们准地法啊 特别好 我们不讲神通 但我们要讲感应 佛菩萨是会加持我们的 我们是会身体上会有感应 然后之后慢慢福报上 会有感应 世间法上 不断的有所收获 出世法上 不断的进步 这让我们自然然 达到修段的这个境界 五概自然不生 一回是不可能的了 在你这个新天中啊 长的都是佛的种子啊 都是智慧的种子 没有地点去生杂草了 杂草的没有地方生了 那我们在准地法中呢 我具体也总结了一下啊 所说的啊 这样的善根啊 升起之后 那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啊 武力啊 武善根武力啊 信根是指啊 相信准提佛母的功德啊 相信呢 准提咒的功德啊 信为道元功德母啊 那如何来信 学院呢 专门有一篇文章讲呢 什么叫理信和知信 这是这个信根 我们在信根上 要不断的修行 加深自己的信仰和信心 对准提咒功德的信心 对准提佛母的信心 啊 这是信根 精进根 要努力修行 不断的进步 而不懈怠 那么我们这个精进根呢 非常有意思 不是一天让你修行六个小时 而是每天呢 都修行 每天呢 都进步 我们上泰国去考察 泰国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宗派 他的精进修行 是每天要打坐六个小时 每天六个小时 两年坚持不懈 试问我们现在这个根基实合吗 试问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时刻吗 很难做到啊 非常难做到 那我们可以一天修六次 每次五分钟 这是可以达到的 这呢 才是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所提倡的精进根 后边呢 我还要讲到啊 念根啊 常有感恩之心 归一礼敬准提菩萨 归一礼敬师长 供养护法团队 支持准提法的发展 要有这样的念根 要不断的增长 这个念根要增长啊 要不断的增长啊 你不能说啊 我今天啊 做了百分之二十 这百分之二十 似乎好像就够了我的福田了 实际上这念根要不断的增长啊 这个感恩之心 要不断的蒙发啊 礼敬归一之心 也不要不断的蒙发啊 定根啊 随着我们思政心的这种啊 深入 我们呢 就能够把心安在准提法的修行上 那如何更好的把心安在准提法的修行上呢 那就是认真的学习准提法的叛教思想 准提法的叛教思想 除了原教的叛教思想以外 我们还有知道 还有太虚法式的一别容透超多的叛教思想 这个大家要认真学习啊 准提法的叛教思想 才能真正的认识到一门深入修行准提法的重要性 这个定根对现代人的来讲呢 他的特点呢 让你不走弯路 不走冤枉路 让你的修行呢 不至于混乱 所以一门深入的修行 就像打井一样 你在一个地方打 你一定会打到水的 你东挖一个坑 西挖一个坑 最后可能一点收获也没有 所以说提向大家认真学习准提法的叛教思想 如果你要不愿意的自己看书的话 你可以请老师们给你讲一讲 我也想啊 以后我们有这个机会 也在系统的讲一讲准提法的叛教思想 慧根 就是要区分准提法与其他法门的区别 看清楚自己的根基 以这个时代的特点 深刻认识到末法众生啊 是供业禅服 末法众生啊 很难啊 像出家人那样来修行 因此佛陀啊 才这时候给我推出 非常时刻现在众生修行的准提法 这是这个详细的讲解 那我们还讲啊 精进修行 精进修行啊 我经常说 能够坚持每天修行 就是最好的修行 就是最大的精进 你能够每天坚持念 108分准提照 或者每天坚持念观众集 这是最重要的修行 最怕的就是啊 三天两鱼 三天打鱼 两天塞网 一步实寒的修行 有位学生问我 说他我只 每天呢 只能拿出几分钟来修行准提法 我修的不好 我说 也不能这样说 你修行的不好 也不能说 你修行的不精进 精进不是按 每天你拿出多长时间来修行 而是呢 你能够连续修行 如果你能连续修行10年 每天能拿出1分钟 5分钟来修法 那你就是修了10年的法 而不是修了5分钟的法 比如说我们准提经典中的啊 谈法的奠基修法呀 要求修49天修法 也是提倡的连续修法 只要你这49天 每天修送一遍观众集 你就相当于联系修行49天了 而不是这49天 你不吃不喝 每天修行六七个小时 所以这个道理呀 非常清楚 就是要联系不断的修行 这个非常容易做 但是容易做 现在众生的根基呀 你个人修行 如果没有团队支持你 经济修行 连续修行 也是有难度的 因此修行也适合这句话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 更多的人 团结在一起的人 才能走得更远 修行也是这样 一个人你可以啊 勇猛精进修行 但有的时候如果没有道友的协助 老师的指点 辅导员的支持 有的时候我们业力上来了 你自己就是不能为力了 就像自己的刀 学不了自己的爸一样 真的是要光光相照 形成一个修行团队 这样我们呢 才能真正达到这种私政勤 当我们 遗会的时候 有辅导员 有班主任 给我们解答 鼓励我们 当我们 懒惰的时候 有团队的 在群里的拉手 有其他师兄的感应 激励着我们 可以继续修行 所以说 这个四正勤呢 我想讲 也不想讲 为什么想讲呢 佛教的基础知识啊 我们确实应该系统的学 为什么说又不想讲呢 因为在道大师的修法的安排中 在学院的这种组织模式中 其实 如果你能很听话 按照学院的方法来修行 跟随着学院的这个修法团队 那你这五概就自然而然 就可以避免了 所以说这样的人又可以 你不去想什么五概 不去听什么四正勤 你自然的他就没有了 这就叫利欲断 利欲断 什么叫利呢 就是生活规律 或者是你在这个团队中 遵守的一个法则 遵守的一个团体 一个要求 只要你遵守这个团队的要求 听老师的话 他就不会生恶 没有生恶的 没有生这个五概的条件了 所以说 你就其实也不用学这个 什么叫五概啊 什么叫四正勤 所以说我又想讲 又不想讲 已经很听话了 很好好修行的一些 他没有五概可以不听了 那么正在犹豫啊 有时候 一会儿的你听听什么叫四正勤 应该怎么努力 什么叫四段 什么叫四正勤 你听了之后 你才觉得 哎呀 道大师啊 真是用心良苦啊 学院呢 也是用心良苦啊 给大家这样来安排 来修行 还有义工支持你 还有辅导员协助你 班老师帮助你 啊 导师团队的整体的作用 高老师苦口拨心 跟你们这样说 把课程打造得这么好 你要真的 有这样的感恩的心啊 你要知道实际上 这来之不易啊 不然你好多人 自己在外面摸索 几年几十年 碰得头和血流 反过来才知道 我们学院的东西这么好 你想做这个样的人吗 啊 我想大家 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你好好修行 修好了之后 还要靠你去度人呢 你会度很多人呢 你好好学 让这些人都能往上挤着世界 那功德无量啊 法不实的功德无量啊 我们就反过来看啊 就是这个 学院的一个 组织模式 修行方法 都会让大家 很好的修行 啊 啊 刚才所说的定根 和念根 说一下啊 有些人今天学那个法 明天学这个法 这就是没有 念根和定根 啊 你要没有念根定根 谈不上精进的问题 你在这里精进一下 在那里精进一下 等于没有精进 真正的修行 一定要一门深入 信节要原同国外 修行到一门深入 如果你还在彷徨在 我信和不信 思考这个阶段 你可以什么都学 什么都看看 假设你决定 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决定要用准的法 来让家人更幸福 决定用准的法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往生极的世界 那你要修行 而修行要一门深入 所以说对准的法的修行啊 一定要一门深入 另外呢 学院设置的这些法会啊 群里的规定啊 就是绿一段 就是让你能够不断的精进的方法 法会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加油站 在法会中 在供修中 你会有很多收获 上次我们法会啊 组织众事团供修 好多人啊 一个小时只能念几千遍 那在供修中 一下上升到两三万遍 有的人呢 一个小时念两三万遍 那通过法会这样供修 上升到一个小时 可以念七八万遍 有的人呢 上升到可以念几十万遍 那这都是学院设置的这种啊 立一段啊 四正琴啊 通过法会让我们四正琴自然而然发生啊 你就会不断的向前走 当你向前走 当你的善根在你的菩提 在你的福田中不断的生长的时候 哎 那些五概他都没有地方生长啊 嗯 因此我们这样的一点点啊 随着你这种真正的 你的身心上有成长 家庭关系有变化 事业成长 财富增加 自然而然呢 啊 你的就会跟了啊 你就不会去做那些没用的事情了啊 那随着你不断的修行 更多的感恩佛母 更多的相信呢 因果啊 两个性 信因果啊 自己所有的行为啊 都是因果的 信准的佛母的加持啊 护法准的佛母 一定知道我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 相信因果啊 就是我们无论遇到好的阶段 坏的阶段 都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显现 相信佛母和护法啊 我们只要很好的修行 很好的做福报啊 那准提菩萨和护法就会给我们 对我们来讲最好的结果 于是我们这个思政群 就有了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而且呢 准提法修行的非常自在啊 随时都能修啊 你看我在做法务提醒的时候 也不是天天在这打坐啊 在这个我的法座上修啊 有的时候我也在公器 汽车上修 有的时候啊 也在其他的会议室上修 准提法多好啊 随时我们都能精进修行 啊 精进修行 准提法又非常好 对你现在的情况要求不多 不是让你不能干这个 不能干那个 准提法是加法 你可以先不管你那些草 你把后边那两个 把好的准提法的加持力 佛母的加持力 你的财富增加 你的福报增加 当你福报增加到一定程度 当你这好的种子啊 就你这块田地里都是好的种子 那些草子自然而然就灭了 有可能一开始你还靠那个吃草活着啊 一点草没有你就饿死了 是吧 当你这个全是最优良的这个佛的种子 最好的佛果和福报出现的时候 你还吃草吗 你对吧 人是有自己的判断力的啊 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非常重要啊 那也就是说私政秦从某个角度来讲 准提法的私政秦更是从正面的意义上来建立私政秦 私政秦的味道大于四正段的味道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啊 可能我们等一下我们导师和办主任也会具体要讲解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总之啊准提法的经济啊 并不是要每天拿出很多时间 而是要日日进步保质保量 精进的真正意义是日日进步 而不是执着于努力持戒啊 放弃世间的法为代价啊 除了天天向上以外 没有更好的精进 嗯 好啊 四正秦我给大家讲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可以听啊 我们啊 导师和啊 办主任的啊 给我们的开始和讲解 嗯 好 感恩高老师的智慧分享和开始 感恩各位导师老师的智慧分享 今天这个学习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内容 在精进那块 因为在过去 曹老师的引领下 学习的时候 班级玩修学 大家都非常精进 在这个过程中体验也比较深刻啊 今天通过学习啊 也啊 跟大家啊 做一些自我的一些学习分享啊 啊 那个四正秦啊 啊 说简单点就是 啊 精进啊 究竟精进修学 啊 就是我们努力 啊 努力方向啊 努力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怎么去做 啊 达到什么目的 啊 我们最后就是达到了我们就是所谓的啊 啊 啊 断五 断五干 啊 行啊 行武善 啊 行武善根 啊 得到武善根的啊 啊 一个啊 善善果啊 啊 最后 我说这里啊 从一个焦点的思维角度跟大家啊 啊 说一些啊 这焦点的思维重担 这是就是啊 发挥自己的一些优势啊 达到我们的啊 目标啊 啊 进而啊 进行我们的行动啊 啊 但是每天一点点的这个进步一点点的行动 其实还是非常重要啊 啊 非常重要啊 啊 而不是就是不是说啊 啊 退 静一退九 啊 三天打运 两天赛 首先来说从焦点的角度来说 我们修行 那肯定是有目标的 啊 要达到什么目标 啊 从今天的课程中 其实我们就是要达到啊 啊 断恶 啊 行善 就是断五 五种恶行 啊 五干 也就是 原文中说的 高老师讲的五干 啊 还有达到我们善根的啊 这个目的 啊 那么如何达到 那就是要通过转提法的 一门深入的修学 啊 啊 和功德福田的加持 以及我们学院团队啊 整体这个啊 功德福田的啊 修学体系的加持啊 这样让我们有这个更大的力量 也就是武力啊 有更大的力量 动力去修行啊 最后得到啊 七觉之啊 法政道啊 这个这个果啊 也就是道国啊 那么如何 我们如何啊 发挥自身的优势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啊 都是不一样的 啊 想要达到 啊 积善 俱恶 啊 那还是要根据自己来 自己的情况去做的 那自己的情况 每个人的情况 还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学的啊 修学体系 修学体系 也是非常灵活 不一样 啊 但是最基本的 我们要做到一点 就是要听话 照著 啊 听道大师的话 听高老师的话 啊 听班主任老师 啊 和辅导员的话 啊 参与我们啊 啊 啊 修学 啊 学习啊 交点学习 天学习 啊 还有我们佛教课程 啊 以及法会当中那些 啊 啊 和老师们啊 分享的一些学习 这些课程 同时还有找课 晚课的一些共修 啊 法会的共修 啊 还有高老师在 呃 临时安排了很多啊 书生的共修的 啊 那法会 啊 还有 啊 啊 自身的话 根据这些 其实很多人 我们一下完全做到 其实也是很难的 很难的 但是我们自身 肯定有自身的优势 比如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念走 那也没关系 准提咒 他行走 做过任何时候都可以 都可以念 啊 那我们可以把闲闲的时间 利用起来 啊 也可以用五分钟的方法 去念咒 啊 去念普贤心愿品 啊 包括我们现在 于拉伯金 啊 的念诵 这都可以念 啊 这些 这些好的方法 我们都是可以 啊 利用起来的 啊 那如果自身 有足够的时间 啊 那就找课 啊 可以全部 早课晚课 啊 这些学习 都可以啊 跟随着学院 这个系统的 啊 修学体系 班级的安排 来做 啊 那如果自身的福报啊 财富比较具足 啊 那也可以多做啊 财不失啊 在功德福田上啊 多努力啊 多亏啊 再是让自己的事业啊 更上一层楼啊 显现出我们啊 修学准提法的一个啊 富贵吉祥啊 啊 圆满的形象 那让世人能看到了 准提法在世界通报上的更好的显现 啊 那修法精进的也让他们看到我们积极正向 啊 健康长寿啊 啊 人无碍啊 动物生的这种啊 形象和能力啊 所以我们啊 利用自己不同的啊 不同的优势 其实这也就是 谢谢我们啊 学院的不同啊 专业的一个啊 修行啊 和法布式的一个啊 能力啊 的显现 那么在同时在修持的过程中啊 一定要是多和辅导员和班主老师去沟通啊 相互沟通学习啊 多参与分享 这样的话光光护照 就增进了和反思到了 关照到自己的善根 啊 是在增长多少 啊 那这样的话再去 也看到 能能看到自己 当下得到更多的啊 一些善果 那再定义下一步的小目标 来找到自己更多的优势啊 再发挥 那我们每天 都是在进步 啊 而且在这个团体中进步啊 在事业上 家庭上啊 亲自教育上啊 修行上 都是在一点一滴的在进步 所以说我们这个学院团体啊 它本身来说 就是一块握图 就是一块大的福田啊 我们就是在佛地上 修行 啊 那我们的福 只要参与在其中 啊 如法去修学 啊 分享 啊 那我们的福报种的这些善根啊 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了 那所谓的啊 不善的这些根和果自然也就断除 啊 自然而然就断除了 那我们就是作为做到了 这就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啊 就做到了 啊 精进心成 也就是施动 啊 不断发挥好自己的优势 啊 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经济 啊 如果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那太执着于 啊 我们自己的五干 也就是五个不好方面的话 其实在心理上是有负担 而有负担 这不像焦点思维 它总是看到我们啊 正向积极啊 的优势的一个角度 啊 也能正确的找到自己的目标方向 方法 啊 这就像我们啊 种地啊 啊 种地当地里边避免不了会有杂草 啊 那我们的啊 心态和方式方法 其实是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的眼中只看到杂草 哎呦 是这杂草这么多 这什么时候能出完呀 这个时候你的信息其实已经退市了一半 当你看到了 但是 哎呦 这块地里边 还有这么多好的庄稼在生长 啊 那我把这个杂草去除了 那未来的话 收获呢 会更多 不仅我自己能吃饱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身边这些 当然看到 但是 哎呦 这块地里边 还有这么多好的庄稼在生长 啊 那我把这个杂草去除了 那未来的话 生活的话 啊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动力 啊 我们的动力自然而然就生气 啊 那我们的其实 应用的想到的方式方法 定义 定义目标 每天去做多少 去除多少杂草 啊 去除杂草 我们可以生气 欢喜 啊 啊 我们每天去除了这么多杂草 其实我们的善根对应 其实是生气更多 这个时候我们的关系 先自然而然 生气了 而你不去执着 那个杂草的多少 而是我想到了更多 去除杂草的方法 啊 增进了自己 啊 善根的培育 啊 所以的话 我们从焦点的思维 两个角度 啊 去更多的发挥 自身的优势啊 去精进修学 要做这种地方 一门深入的修学 要做这种地方 啊 不断的培育自己的啊 善根 啊 尤其在性根啊 角度 其实性根培育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啊 这是作为啊 后面修行的整个 大的基础 啊 也是相互啊 呼吸啊 缓缓相互的过程 啊 啊 好 啊 今天啊 跟这句学习内容啊 我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啊 希望大家啊 珍惜我们准提法啊 准提法啊 这么殊胜 啊 它是在阴上 在果上 都是居住的 啊 因为它是 过程法 啊 所以我们只要 如理如法 按照学业的课程 修学体系 啊 来去做 啊 听话造作 一切自然成就 也就不必要 去执着 那么多的啊 啊 太深的理论体系 啊 或者是太负面的 认为自己认为负面的一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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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反而更增进自己的 修行的信心啊 啊 啊 得到更好的方法啊 去啊 精进啊 勇猛精进啊 值得的理他 我简单的通过啊 两个小案例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准提法修行中啊 有感应啊 是不是啊 精进修行的一个啊 显现啊 也就是市政情的一个显现 因为在我们准提法的修行中啊 啊 很多师兄有很多的啊 不同方面的感应啊 理由梦境中的感应啊 还是现实善缘显现 加持的感应 还有自我身心的转变啊 以及弘法度而性心的啊 转变的这些感应啊 那么这些到底是不是我们市政情的显现 啊 很明确的说啊 高老师对这个事情啊 做过专门的开示 啊 这是佛母和护法啊 给我们啊 慈悲加持的一个显现 是佛母恩德的一个下话 反正来说 如果我们不精进 那会有这么多的啊 感应显现吗 那我通过两个政法的案例 跟大家啊 说一下 大家就啊 明白了 有一位学员啊 他修学准地板很多年 但是他一直啊 在学院没有 按照学院的方法进行修学 啊 没有去喊咒 也不会金刚兽 他在经典中 所理解的自信念诵 他理解的很单一 他认为 憋着气 向内 这个气啊 向你使劲 他就认为这是自信念诵 认为自己能听到 啊 让自己的声 声音向内收 憋着气去念 这就是认为是一种 自信念诵 结果 他念到了一百二十万遍 准地咒 但是 发现自己得了咽喉方面的重病 当时就问我 说老师 我念准地咒 我要按照经典准地咒的要求去做啊 但是为什么我 没有达到去病 反而得了咽喉方面的重病 当时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怎么做的 怎么念的 准地咒 他说我就 运气 憋气憋直而念 尽量让自己能听到 他认为这是自信念诵 或是这个方法 是不对的 你对于经典的理解上有偏颇 要按高老师开始的 大声念诵的方法 才能真正的达到 去病强生 延延已受的功德利益 同时还有很多的 其他的功德利益 但是 他的性根不足 然后就对准地咒的功德利益 对学院生成的 一些的疑惑自信 就退学了 当时我觉得很可惜 他其实很精进 确实很精进 他每天也在修行 那么另一位师兄 一些一位学员 他就不一样 他虽然学的时间短 但他的善根 慧根 武根的话都很 非常好 基础非常好 开舌的喊咒的方法 他就去喊咒 做功德福田也非常积极 他本身是有重病 而且是癌症方面 复发的重病 结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他的病障明显发生了改变 连医生都感觉到不可思议 所以他很多的一些检测的速度是明显发生了变化 医生都觉得是太不可思议 当时他又升起了更大的信心 去供养 功德福田 去修行准备法 去喊咒 而且现在成为了咒识团队员 也开始 对家人 是别的有缘 开始 做功德福田 给他们回下 所以这些真实的感应 和不同案例正常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是需要精进修行 但是方向是至关重要 方向重要 那这些感应自然而然就来了 那佛的恩德下话 自然而然就会在我们的身心福报 不同的角度都会有显现 好 通过这两个案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对市政情这块的一个现实应用 一句话 就是我们来到学系统修学 本身就是福报和过去善根之类的显现 那我们当下珍惜乃之不易的功德福田 还有修学体系 这些把福田 一门深入的修学 自然都具足了 市政情的功德利益 能达到未来积累更大的 荒生复得 自治理理他 或出我专门 好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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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